早上的七点三十 山东之博的街头 大家都在匆匆忙忙的赶路上班 而我却 想在寻找一个早市 逛逛这边的早市 就是早到以后啊 可能啊 逛的时间也不多 因为他们这边的早市一般的八点 多一点就开始收摊了 感受一下人家这边的公路建设 这属于是小路了 看看这旁边的路旁边的小公园 这个叫欢乐岛 里边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 包括他这路边上的 路边上的停放自行车的地方 都有栏杆包围起来 这个早市就到了 现在我先去把这个电动车停了 我们去在市场上看一看 本来呢 要去早市的 然后把车停好以后 看到这路边的这个环境啊 忍不住啊 就来这边走一走 逛一逛 看看走在这边呢 感觉的真的是非常的舒爽 特别是早晨 听着这个鸟语花香 是吧 在这里面心情都会变好 看看这环境 朋友们 就是说在这边走啊 很多朋友们说 让我去这个其他的区 下去看看 一直没有机会去 下次找机会去看看吧 他们说 他们的意思是说 其他的地方建设的 没有这边好 还是说比这边更好呢 这个早市就在这个人行道上 我好像在去年来的时候 在那个一个公园旁边 也类似于这种情况 但是这一个早市 我好像是没来过 过去看看 这个早市看上去不大 三块五 这早市看起来呢 就是很安静 是吧 走到这边来 我都说话 声音都小了一点 他们这边那个早市 收摊是非常迅速的 就是到时间了 马上就收了 那么鱼 小西瓜 苹果 两块钱一斤 买几个 这都一样 那边一样 这个三块 对 对 大小 大小倍一样 对 手有一点小点 但是这个更红一点感觉 其实口感都 口感差不多 对 要这个吧 这种有麻点的更甜一点 更甜是吧 是吧 要除这个好吃 三个的 这会胃胃的不挣到的 对对对 就要这三个吧 4块钱啊 卖鱼的 这个人还不少呢 5块钱一兜子 6块钱是 卖肉的 这边的这个藻石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他就是为了主要的宗旨就是为了方便这附近的居民 然后在这个上班之前 他们就全部都收了 看看 这边的宗旨好像就是为了方便群众 不管干什么事都是这样子 我感觉有这种感觉 就是想法设法的方便群众 然后让大家生活的越舒适越好 是吧 这边唯一的不好的呢 就是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空间小一点 其他的都挺好 并且他们一到点的时候喇叭就开始吆喝 又马上收摊了 现在呢 我准备去其他的地方逛一下 大家感觉到人家在菜市场上的这个物价呀 还有这种情况怎么样呢 对吧 我买的这个苹果 它是有三种 一个是两块 一个两块五 一个三块 我买的那个三块的 买了几个 看看 其实有的时候逛逛早市体验一下这种 就是说人家这边的烟火器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那个早市上的买菜的人群呀 那肯定都是本地附近的居民 不像那个八大局那边呢 有外地游客比较多 看一看 人家的这个绿化漂亮不漂亮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